谁是NBA最苦逼的人 杜兰特称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 这些年的KD跟那么天洒孤星似的 走哪儿丧病跟到哪儿 要么自己炮护士 要么队友炮护士 想要全虚全为打场比赛 比他们登天都难 这赛季太阳队干了把大的 送走了老炮 吃进了两个亿的诈骗饭比尔 结果布拉德利拉了一地 来到菲尼克斯以后 自己一场没打 顺功未利还把布克给累倒了 到头来杜兰特梦回布鲁克林 带着一帮虾兵蟹将苦苦支撑 昨天打76人杜兰特全场血拼36分钟 攻防一把抓 砍下了31分8板两盖帽 既要空间又要阵守进去 结果苦哈哈一整场下来 还他没赢 喜提三连败 今天对上东部知名于南活塞 太阳已然不容有失 寨俗裤衩子都得荡出去 于是杜兰特再度化身全能战士 砍下41分5助攻两盖帽 总算是品强了一把赢球的喜悦 但是这么打下去终归不是办法 一盘算两天的时间里 KD合计出战了71分钟 砍下了72分12板四个盖帽 攻防两端都在鞠躬进锤 所谓老位以筋骨为能 况且杜兰特本身就是知名病号 生涯合计受过7次比较严重的伤病 两条腿已是伤痕累累 运动医学范畴里能有的毛病 几乎都被他经历变了 如果这不能安排轮修 对他保持健康将非常不利 然而吊诡的是 布克和诈骗犯迟迟迟没有付出的明确时间 这集中锦标赛已经夹杂着常规赛开打了 周六就要跟胡人见个高下了 要还是只能杜兰特独自带队 感觉太阳这赛季也就交代了 经常用一条腿走路 回头养伤的腿好了 可能这条腿又给累坏了 三巨头球队 经常有核心VIP看球 这将注定失败的悲惨结局 我们下期再见